那你给我道歉了 我就因为就所有的事情 都没有安全感吗 然后我就跟他说 要么就分手 要么就订婚 他也觉得我俩谈了好几个 要不就分手 要不就什么 订婚 所以订婚是你提出来的是吧 他勒完你之后 你对他说 我就是逼 要不然就分手 要不然就订婚 我当时就说的 我就生气说的 你好有勇气啊 你就订了 就因为这么多事情 而且这么多年了 我觉得也差不多应该了 订婚之后 是不是好点了 姑娘 没有 就它变得更加严重了 更加严重 都哪些事严重呢 你跟我们说说 订婚的时候 他父母给了我彩礼钱 就冲到那个银行卡里面了 刚开始绑定的是他的手机号 后来我一买东西 他手机就提醒 他就问我这些钱花哪去了 能不能少花点 我就特别生气 这个我肯定要管 订婚的彩礼钱 本来就是我家里借的 就不是我家的 然后我肯定要让你少花一点 那钱是不是我的 我想花多少就花多少 那你想花多少就花多少 你想过以后吗 再说我也没有花过你的钱 你怎么没花过我的钱 你当时还想着 把那个彩礼钱 还那个助业金贷款呢 那我也没有还 我花你的钱 不都是还你了吗 你花我的钱 怎么不还给我呢 那我能跟别人一样吗 我是你的未婚妻啊 你是他什么人来着刚才说 我就说我是他未婚妻 你跟别人一样吗 对他来说 我觉得也不一样 不一样你还不考虑他的感受 你上学都要用助学金上学 你那彩礼钱还不 踏踏实实拿着 你还乱花 你不提 不是我也没乱花 就是主要是 我一块钱 他就问我 花的每一分钱都去哪 你是他什么人 未婚妻啊 行吧 接着说吧 他老是听他妈的话 也感觉到根本就不重视我 本来说结婚的事 我妈就跟他说 让他那个付首付的钱 然后他妈就不愿意 说那个彩礼钱都是借的 还跟我们家说 要么就这样吧 要么就算了 然后我当时就问他什么态度 他当时就跟他妈的态度 是一样的 那我妈说的话 对的我肯定要听 那你光说我了 那你的订婚前后 你也没有什么改变啊 你已经在研究 限制我和别人的正常交往了 你知道吗 就有一次吧 我带了一个高二的女生 就家教 然后他知道了可好 直接给那女生 家长打电话 说不要让我男朋友去带了 你说这让人怎么理解 他跟那个女生 你说带家教 怎么跟他聊得那么好 他不是他学生吗 但是他妈那时候给他聊 要不那个什么 我对你看得挺好的 觉得你这个人挺好的 还说要不 可是不是再给你加一点 然后我就觉得 这是招上班女性吗 就说话说的 他觉得是在招上门女婿 哎呀 这小醋坛子啊 所以今天你们俩来 是干嘛的 我就想看能不能改变他 你来干嘛 我就觉得他做事有点极端 没有给我足够的空间 所以我也想让他做一些改变 行 我来问几个问题啊 如果他把彩礼退给你 分手可不可以 不分 不用退彩礼 直接走行不行 行啊 把彩礼退了再走行不行 也可以 也可以 我又不在乎那六万八万块钱 哎 余生你看有态度啊 马上毕业了吧 马上毕业了 毕业有什么打算吗两位 就找工作忙 去哪啊 到哪个城市 你们俩商量过吗 商量过 济南 商量好了 去济南 达成一致了 是啊 工作开始找了吗 找到了吗 找到了 你们在异地的时候 一个星期见几回啊 有时候要隔上两三个星期 或者三十个星期 那平常靠什么来维系 你们之间的感情呢 就通过电话QQ 通过电话和QQ 是还挺不容易的是吧 男生我看你怎么了 你怎么就动情了呢 咋了 我觉得这么多年了 挺不容易的 这么多年挺不容易的 女生呢 她也哭了 咋了 我就觉得我挺委屈的 你委屈啥呀 你说出来吗 就是我总是对她付出很多 她都不懂得去珍惜 这就叫冤家我跟你说